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夜夜 高过人的夜 祂的心里有难复 祂的时间不作物 一步一步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你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道路 是一个里面的道路 我们认识主 我们追求主的道路是一个里面的道路 是一个里面的生活 不一定每一个人喜欢用这样的词 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内在生活 可是无论你用什么词语来讲它 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留了一个空处 只有祂能够填满 所以耶稣基督生的儿子来到地上 祂说神的果不是人所能够见的 人也不得说看到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主说神的果就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是上一次我给大家看的 《路加福音》 十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话 上次我们也提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 他说求他他有一个祷告 他为教会祷告 如果神做那么伟大的事情 成全那么伟大的救恩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他为神的百姓祷告 为教会祷告 他说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或者说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这样之后我们的爱 我们的追求 我们生活生命各方面 都会有根基 我们能够更多被神充满 那是一个里面的道路 这是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希望你听从我的建议 每一天的生活早上起来 你提醒自己说 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 我们所拥有的这位神 是因为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神 主在我的里面 你不一定需要先有很多的祷告 用一点时间去意识到这一件事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能够更充分的意识到 神是在我的里面 那么你一天生活无论走到哪里 你会发现无论外面的环境发生什么事 你里面是有根基的 你有一个磐石 有一个倚靠 别人怎么对待你 或许一下子给你一点影响 可是很快你可以回到一个安稳的所在 圣经称那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避难所 那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隐秘处 你可以在那里找到神 在那里找到安稳 你可以没有惧怕 你可以心里面有平安 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 我们处在一个外面的世界 越来越繁杂的一个时代 五花八门各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广告的时代 这个世界提供非常多的 多样性的事物吸引我们的心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需要 我们在里面找到一个安息 找到一个隐秘处 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原来预备的一个像至圣所 一个圣所在我们的心中 就像上一次我提到那位哲学家说的 他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心里放了一个空处 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填满 你有没有让上帝填满那个空处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讲到 这一方面的上帝的话 这一方面的信息 我要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 马太福音第六章 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五到七章 被基督徒称为登山宝训 主在山上的教训 因为这是主上山门徒进前来 坐在祂面前 主就开口教训他们的话 门徒记下来的话 马太五六七章 这是其中的一段话 这是主耶稣教导祷告的话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五到第八节 主讲完这段话以后 紧接着就做了一个祷告的示范 我们称它为主祷文 很多基督徒都会背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严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很多基督徒跟我一样 想回背这个主祷文 如果你刚刚信主不久 想办法把它背起来 免得 因为教会常常有人说 现在我们来背主祷文 到时候你就不会背 你四肢敢 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一九节到十三节的话 可是我今天要请大家看的是 它前面的这段话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五到第八节 我现在把它读一遍 如果你有圣经跟我一起读 你们祷告的时候 神的儿子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主的意思是说 他们表现得很树林很敬虔的样子 人家会给他们称赞喝彩 那个就是他们的赏赐 可是主的意思是说 有更大的赏赐是上帝要赐给你的 你既然取了那样的赏赐 你可能就会失去神更奇妙更大的赏赐 可是主接下来讲的话要紧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 他说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后面主说 主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神明讲的外邦人 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 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些 还没有真的认识主的人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猛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的 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 早已知道了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 主耶稣一起头教导祷告 祂要我们进到我们的内屋 进到我们的内室 祂说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祷告是我们能够亲近上帝的第一步 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 变得更丰盛满足 可能没有一条更稳妥的道路 像来亲近神一样 就像我说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空处 是上帝才能够填满 所以你来靠近神 你来认识祂 你来寻求祂 追求祂 这会帮助我们进到那个丰盛 进到那个满足里面 可是我们要亲近神 这个最起头的道路 就是借着祷告 当然祷告的意思不是 一定要祈求许多的话 祷告的意思是 跟神有一个相交 一个fellowship 一个交通 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开始比较多到教会去 同学带我去 我虽然参加教会聚会 可是我还没有真的认识住 那是因为我高三的时候 我几个好朋友好像都是基督徒 他们自然带我到教会去 我虽然没有什么寻求的心 就是跟着好朋友 他们做什么跟着去 他们到教会去我跟着去 后来考上大学 带我去教会的有一位同学 他跟我考上一样的大学 所以他去台北灵粮堂聚会 我也就跟着他去 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 还不是周神柱牧师的时代 是他的前任牧师 叫做郑昌国牧师 那是我的以前的牧师 那我大一的时候 我就参加那个聚会 我虽然还没有认识祖 我可参加很多聚会 对礼拜六晚上参加 那个时候有团契 那个时候灵粮堂的大专团契 叫做借贷总团契 我参加礼拜天上午的聚会 我从一起头我就习惯 一定早一点去参加聚会 有时候很早就去 晚上 礼拜天晚上我们参加师班 有的时候 下午还有一些事情 我也会参加 我也会参加 那个时候我 我忘了我受洗没有 也许受洗了 赵世光牧师 就是创立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 来有一个布道会 1972年大概是 1971年 那之后有一个洗礼 我那个朋友就要我去受洗 我就跟着他受洗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受洗是干什么的 我就跟着他受洗 所以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 虽然是有名望的人 给我施洗的 并没有加征我什么 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认识主 当然那不是赵世光牧师的错 是我自己 还没有真正的起来寻求主 那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就在教会里面 好像烂语充数一样 跟着大家参加师班 参加好几个聚会 人家大概看我像一个基督徒 有一天礼拜天的下午 我的同学跟我说 师母要带我们去外面发福音单章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 要到外面去传福音 盼望把我们的信仰分享给别人 所以我们一辈的一些 讲到福音的一些小单子 我们称它为福音单章 我们去发福音单章盼望 遇见有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 那我当然不适合做这种事 因为我自己 我的信仰对我来讲 还不是很真实的意义 根本不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 对我来讲 我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那可是我还是跟他们在一起 十来位弟兄姐妹年轻人 那个师母 记得那位师母 我们称她为孙姐 郑昌国牧师的妻子 叫做孙丽燕 我们叫她孙姐 孙姐带我们 就在那边先有一个预备 以后我们一起祷告 大家一起祷告以后 忽然孙姐说 那个师母说 请曹立宗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你知道以前参加那种祷告会 我也参加 我总是就混在其中而已 可是那一天师母说 请曹立宗起来祷告 哎呦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我就很尴尬 也许不太相信我 我做牧师以前 其实我有时候有点内向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我就没有说话 大概过了一点时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半分钟 或者一分钟 很尴尬的沉默以后 这个师母大概想 也许我没有听见 就再讲一遍 请曹立宗带我们结束祷告 我知道我一定要讲 所以我就努力的回想 听见别人祷告都什么 交托给你啦 求神做工啦 大概类似这种话 就七拼八凑 就凑出一边短短的祷告文 我还记得那一天 祷告文 不好意思睁开眼睛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后 我有机会在北美那个时候 我们以前那个牧师他们一家 已经在美国的 Peaceburg 在那边的华人教会牧会 去他的家住了一个晚上 我跟他提到这一件事 那个师母祖都还记得那一天 我那个祷告 那个尴尬的样子 可是我跟你说 各位亲爱的观众 我继续在教会聚会 慢慢的上帝的道 见到我的里面来 我很难说我是哪一天 有一个剧烈的改变 可是就是改变了 也许我记得的有一两件事情 我可以讲 我记得 我在大学一年级那个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那种光景底下 有一天 教会里面 报告说 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是唐从容牧师的一个聚会 在体育馆 要我们去参加 我去跟我的朋友 就一起去了 因为他要去嘛 其实不是我有兴趣 其实我根本 不是 没有什么概念 我就跟着去 那个体育馆 后来前几年 已经拆掉了 如果有人有印象的话 那个体育馆很大 可是音响效果很差 还记得 唐从容牧师他讲话 常常有回音 后来他干脆把麦克风不管了 大声的讲 唐牧师讲话是 非常的火热的 他讲一讲就把 上衣脱掉 后来连灵带都脱掉 这些我都还记得 可是我不记得 他讲了什么话 因为那时候我 根本对主没有什么认识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参加完 我只参加一个晚上 参加完那个聚会以后 我回到学校的宿舍 我们学校的宿舍有八个人 在一个房间里面 不是很大的一个房子 有八个房间 我睡 集中一个上补 那天我回到宿舍 晚上睡觉以前 我跪在床上祷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这样做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 我直接 不是因为别人要我祷告 个别的去面对神 我相信那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就是好几年以后 我有机会在书房看到一本小册子 一本小书 上面是那一次唐宗荣牧师 他步道的信息 我跟你说 那时候我已经信读两三年 我看他的信台觉得有点深 所以我相信大义的时候 我真的是听不懂他讲什么 可是我相信他是圣灵做工 所以那天回去 我自己跟神祷告 我想就是那天开始 我真的踏进那个救恩的门 其实我不敢说我一定是哪一个事件 因为就是那段时间 我开始认识主 我可以讲到另外一个事件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大一新鲜人 大一新鲜人应该都是很快乐的 我也考上好的学校 是我综艺的科系 可是我跟你说 每一次到了 礼拜六快靠近的时候 到了周末 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恐慌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大概有半年之久 我做新鲜人大一新鲜人的时候 有半年之久 我没有尝到那种 到了周末很愉快的心情 因为每一次到了周末 靠近礼拜六 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慌 那个恐慌里面是有画的 是有内容的 那个恐慌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 我不要像神正一样做传道人 我不要像神正一样做传道人做牧师 神正 我们称他神哥 神正牧师 他现在是台北信友藏的牧师 很大的教会的牧师 一直到今天 他是我最敬重最佩服的长辈 虽然他只到五六岁 我非常的敬佩他 我觉得他的教会有点特别 因为他可能是今天 在台湾的教会 也许是少数 并没有走 许多人走的路线 可是仍然教会很兴旺 也牧养得很好的教会之一 这位弟兄 这位牧师神牧师 我们称他神哥 他因为是我 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认识的一位哥哥 辅导哥哥 他也在台北灵灵堂聚会 虽然那个时候 他是校园团系的同工 我认识他 我知道他刚刚大学毕业退伍 而且成为一个传道人 除此以外 我就对传道人没有多少认识 知道台上的牧师 其他我其实没有什么认识 因为我不是一个 有多少宗教观的人 我对于信仰 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寻求 可是很奇怪 在大学一年级的上班学期 第一个学期 就是上半年 每一次到了周末 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慌 说我不要像神证一样 做一个传道人 可是就是那段时间 我刚刚提到 我进去参加教会聚会 所以慢慢的神的话 进到我的里面来 好像有一位传道人 曾经 一位讲员 曾经这样建议我们的祷告 那个就很 摸着我的心 我也跟着祷告说 主如果有一天 你清楚让我知道 你要我服侍你 我愿意 那 我还记得当我这样子 生命向神降服的时候 我的生命 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仍然没有办法告诉你是哪一个特别的日子 可是就是那段时间 我的生命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我们的生命向主降服的时候 好像一个天的一个门打开了 耶稣对我变得那么实际 不是因为人的劝说 不是因为我特别看了一个什么 有一个什么领悟 我完全没有办法叙述这些事 我所知道的就是 我开始有一个完全的 一个领域 一个新的领域 向我打开来 我变得 无论在哪里 我知道说 主在我的里面 而且那么真实 以至于 我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房间 那个时候我开始 没有住在学校宿舍 我在外面住了一个小小的房间 所以有时候我单独一个人 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我很喜欢就在那里与神亲近 对不起我现在用的字眼 那个时候我并不会用 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 就是在房间里面跟神有交通 我没有讲太多的话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 像有些人能够讲 漂亮祷告的话 我很少这样 可是我就喜欢在那里 我觉得神的同在 如果那个时候 你忽然闯进我的房门 也许你会发现 我好像在那里傻笑 我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光中喜笑 有的时候我会流着眼泪 因为神的同在太真实 充满了爱 我一直到今天 我觉得那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经验 我遇见主 从那个时候开始 祷告对我来讲是很真实的事 也不是一个 怎么样特别要做什么事 就是我们可以活在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活在跟上帝的交通里面 我们知道祂在我们的里面 我想那是主所说的内事的意思 我在我里面找到主 神的儿子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借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在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八节里面 主一起都告诉我们 祷告不是为了表演 表演给别人看 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 人他们好像很 很敬虔的样子 所以他们喜欢 也许走在路上 忽然就停下来 这样祷告 让人家觉得说 他连生活里面 很频繁的时候都在祷告 那样本来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 他有一个动机 希望别人注意 主特别讲到这种情形 他说当他们这样做 心里觉得喜滋滋的 别人会觉得他很敬虔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也许他们从神 不容易得到什么赏赐 所以主没有要我们 祷告的时候表演 祷告当然也不是为了教训人 或者发表你独特的见解 也许有时候 你会看到有人祷告 他的目的就是说 今天有某某人在场 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借着祷告 来讲一些教训人的话 我们最好不要这样 这样的祷告大概 不太会传透天花板 可能不会到上帝的面前 好像主曾经 提到类似这样的人 他们多一点想到自己的功劳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把你的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人的祷告 主说他们是自言自语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悲哀的事 如果你祷告了半天 主说你自言自语 不是很悲哀吗 所以祷告应该是 发自内心很真诚的 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祷告 祷告应该先摸到天 如果你的祷告不能先摸到天 他也不会祷告到天上 在启示录里面提到 那个众圣徒的祈祷 他不是直接祷告就去影响 他所希望影响的 那个祷告的内容 并不是的 他必须先升到天上去 你记得吗 在启示录里面提到 众圣徒的祈祷 他是必须加上烟香加上祭坛的火 然后升到神的宝座面前 才从那里倒在地上 地上才发生很多变化 所以你的祷告一定要先这样 你不能你的祷告直接要 希望那个人听见那个祷告的话 而有改变 你应该先能够摸到天 如果你要摸到天 让神听了好像摸到他的心 我觉得至少你要先摸到自己的心 对不对 也就是那个祷告是你心里面的 你真的心里面的一个祷告 你也可以讲祷告的话 很多基督都会讲 我们在天上的父 最后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有许多很漂亮的祷告词 我们可以很习惯讲这些 可是重要的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 那是不是你心里面的话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有的时候遇见这种情形 有一些父母带着他的孩子来说 请牧师为我的孩子祝福祷告 我常常告诉他们说 母亲为孩子祷告 比牧师祷告有力量多了 他们总是不信 他们以为我客气 以为我很谦卑 其实不是我讲的是事实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母亲为了孩子需要 他的祷告一定是发生内心的 他不需要装一个样子 就是知道要祷告 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祷告 必须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当然如果一个牧师 听见人有孩子的需要 当他听见了感同身受 他从心里面也知道说 也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负担 那么那个祷告也一样会有力量 进行为有名的传道人 也是写了一本有名的书 天入历程的那个本人约翰 比较少人知道 他论到祷告的话 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弟兄他写的天入历程 被认为是圣经以外 最畅销的一本书 这个本人约翰他论到祷告 他曾经这样讲 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 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的心 也胜过带着一些没有心 在其中的话语 对有点绕口令我再讲一遍 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 宁可带着一颗心 虽然没有话语在其中 也胜过有许多的话 可是没有心在里面 有另外一个弟兄 Thomas Brooks 他这样讲 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 不会超过你心灵深处所说的话 如果你的心灵没有什么声音 神当然听不见 那神所听见的祷告 不会超过你心灵发出来的声音 不完全是因为你口中发出来 要从心灵发出来 如果你口中有许多话 心灵没有话 那么那个祷告当然 达不到神的面前 这是另外一个弟兄所说的话 所以这是主所讲的意思 主教导说我们的祷告要从心里面的 你不是堆积许多的话就有效 有的时候我们讲许多的话 但是不一定那个祷告有多少意义 因为祷告是在于里面 从心里面真的发出这个祷告来 当然为着能够 很简单的祷告就有意义 有时候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祷告 预备自己 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学习尽到内事 意识到神的同在 不急着说什么话 让你的心预备好 当你心里真的有一种渴望的时候 那是最有功效的祷告 这是一个里面的道路 这是一个引到更丰盛的泉源的一个道路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给你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里面 哦 西九九 vur MINGЫ N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